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对于马政府的亲中政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冲击 首先来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三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 同时也是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赖宜中赖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副教授董立文董老师 大家好 第三位是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国昌黄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我们在开始讨论之前先来看一段 这个英国经济学人在五月二号的一篇分析报导 好 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字卡 那么英国经济学人的这个报导的名字叫 When the wind blows 当风起的时候 里面提到认为台湾人走上街头 是因为对政治体制感到失望 而台湾未来的命运 很可能就会在街头决定 台湾的政治发展至此 街头示威已经不只是一个表面象征而已 而是可以促成决策的重要因素 好 这个是英国经济学人五月二号的一个报导 那么当然除了三月份的太阳花学潮之后 四月整个台湾又经历了一场反核四运动 这当中当然有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先生的 这个反核四的进食 首先来看到这个文章当中 当然他主要有提到了有反核运动 也涵盖了之前的反服貌 不过其实呢 要来先请教黄老师的 因为很多人就是分析说 其实太阳花学运一场啊 完全打乱了整个马政府的两岸布局 打坏了马总统的算盘吧 那您认为说整个台湾的命运 会像这个英国经济学人讲的 未来可能就是走上街头 他会成为一个政治决策的一个发生点吗 我觉得比较精确的说法 并不是说街头运动去决定了台湾未来的决策 或者是发展 而是说公民的声音公民的力量去决定了台湾未来的走向 跟未来的发展 乃至于到非常多公共政策的致病 那当我说公民的声音跟公民的力量的时候 当我们在指涉公民运动的时候 事实上所谓的在街头上面的抗争 或者是说在政府机关前面的抗议的请愿 乃至于到这次占领立法院的行动 它事实上都只是整个公民社会的一环 你如果说把今天观察到台湾整个发生民主的现象 简化成是一种所谓的街头运动的话 我觉得英国的经济学人 在撰稿的记者恐怕对台湾现实的状况 还不是那么充分的掌握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当公民的声音跟公民的力量 它可以开始去影响 可能目前掌握权力的人 他们一些政治布局的话 从这个观点上来看 我个人是完全赞成 而且我对于这样子一个发展的方向 也抱持了一个非常乐观 非常积极 非常肯定的态度 因为本来在整个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当中 本来就是应该有公民 大家一起透过一个政治体制的机制 然后来共同的作出决定 当然对于马总统他个人而言 我觉得在太阳花学运以前 大家对于他的昏庸 他的无能 那乃至于到去年九月阵争的时候 他的毁线乱政 大概这个已经都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既定的评价 当他民意支持度最低的时候 他还不愿意非常诚恳 非常谦卑的去倾听台湾民间社会的声音 他认为说我是总统也是党主席 我透过党主席的位置 可以把我的手伸到国会当中 那因此我个人的意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相信这一次太阳花的学运 整个公民社会的反扑是很清楚的 第一个告诉马英九总统一个清楚的讯息 台湾还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不是你一个人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我们当然可以退一步来看是说 从马英九总统的角度上面来讲 他为什么要这么急切的不惜去践踏台湾的民主宪政 他也要透过一个根本没有人会认同 可以丝毫撑上民主的30秒的程序 要去把这个服务视为审查完毕 那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说 他是为他自己所希望的马习惠铺路 他自己因为可能第一个在内政上面搞得乱七八糟 在外交上面也早就休克了 他剩下唯一的只剩下两岸关系 如果要马习惠是习近平的点头 习近平的施舍 那从我的观点来看 这次所谓打坏马英九的算盘 或者是让马习惠破局 那也是一个好的 因为如果当你跟人家的会面 是奠基在所谓的卑躬屈膝 甚至为了要安排这一场会面 而不惜去践踏台湾的民主宪政 老实说这样的会不会也罢 好谢谢黄老师 刚刚为什么在介绍这篇文章的时候 特别念了一下他的标题 问的Wing Flows 他说这个当风起时 有的人就解读说 这可能还有很多隐含的意思在里面 当然一方面是说 这整个街头公民力量的兴起 一方面好像也是在焉鱼 整个台湾当局 就是看着这个风向 在做一些政策上面的转向 要来先请教董老师 因为来看看这场学运 对于台湾政治生态的冲击 有人说这个直接就是对于 奔裂了国民党 可以这样讲 那么首先是年轻世代对国民党的支持率 整个大幅的下滑 还有可能就是冲击到年底的七合一选举 请问董老师你怎么看 好的谢谢 三一八悬运所带起来的台湾政治上的 我们说现在大风吹 然后对国民党的影响 因为我不是国民党员 所以说其实这个问题 他们国民党员自己 他们自己就是如人饮水 点滴在心头 我最近有跟几个国民党的朋友 也有见面聊天 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就国民党本身 那些国民党的朋友们 现在都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 当谈到这个学运的时候 他们第一 他们初步的反应就是批评学运 可是在深入的讨论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 其实问题的根源 他们自己心里都很清楚 所有问题的根源 到最后都是可以推到 他们党主席马英九的身上 可是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国民党员 他们自己就有很多难言之隐 那我可以归类为几个 他们认为 他们马英九主席 就国民党员自己的看法来看的话 第一个偏执 最重要是他偏执 第二个无能 第三个用人不当 那这里面的偏执 其实最重要的是集中在偏执 什么叫偏执 就是所谓的马王斗 国民党员很清楚的知道是说 今天台湾他们认为 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在于 国民党内部的不合作 好 可是他们没办法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对国民党员来说的话 最重要是国民党员 他们自己能不能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处理他们的马英九主席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对于马政府 其实318学运之后 我认为这个学运是带给我们台湾的 这种民主政治更加的巩固 更加的发展 更加的健全 因为随后的其实318学运之后 后面还有机场运动 比较大的就是反核运动 里面还带着两场五一的这个劳动节的劳工运动 以及还有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 他们收费员的一个抗议运动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 就是在这机场运动里面 当那些运动的那些当事人 他们面对政府官员 尤其是主旗式的政府官员 譬如说那个高速公路的收费员就冲进了交通部 譬如说那个劳工的那个游行就面对了劳动部 你可以发现就是相关的政府部门 现在的态度都非常谨慎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就比较愿意去倾听这些弱势的 或者是人民的声音 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改协归正了 他们政策都没问题了 可是呢相较于过去 318学运之前 他们忽视弱势 他们践踏民主的那个态度 他们有大大的修正 其实这个就是学运带来的 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正面的效果 好 谢谢董老师 我记得现在距离学运推厂 大概一个月了 那么上一次其实赖宇宗老师 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提到说 这一场太阳化学运让很多国际社会 甚至美方看到了台湾的这股 有别于政府这种极力亲中的这个民间力量 让他们听见了 那要来请教赖老师的就是说 其实这一个月下来 我们说他们退场之后的出关播种 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台湾的一些相继 当然目的不一定一样的公民运动 还有这些学运的学生也到了美国去 跟当地的这些国务院 还有国会议员有些接触 也去传达他们的理念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对于TPP和福贸之间必然关系的这种说法 美方也开始有很多的澄清 所以要请教赖老师 您觉得接下来美国或美方已经准备好 去面对一个怎么样不同 有别于以往的两岸关系了吗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现在台湾的民主的发展 还是在未定之处 那个我的感觉是马英九本人 因为他反正这个教授不需要再继续选 所以说他现在求取的是说 他在这个 就是说卸任之后 他能够怎么样去掌握他的权力 从而保护他自己本身的安全 那所以说他在这个地方 从三一八学运到之后 可以看到为什么他在所有的做法都兼幣亲眼 甚至这个在学运之后 还会继续清算这些学生 做法基本上是一个比一个的恶毒 那这个跟马英九自己本身 他想要借由就是说扩大学运 借由学运扩大蓝绿对立 然后把这次撕裂成蓝绿对立之后 他有办法从内部巩固 就是说一切要巩固党中央 巩固领导中心来这边 使得他的权力基础 能够变得更为的巩固 那使得国民党里面的反对者 能够完全被边缘化 那这样一个策略 基本上来讲 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 他还是成功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台湾的政府到现在 你包括从立法院到这个行政院到这边 为什么我们的立法院 造成人民的殿堂 他前面摆三层巨码 然后巨码上面 那个可以高到这三公尺 到这么高 那结果我们人民要跟着 我们的立法委員 要跟他沟通讲话 结果我们根本进不去 这是权利亚最大的笑话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说这跟马英九 自己本身心态有关系 那回过头来就我们讲到美国 我的看法是说 虽然说美国现在 他一方面是在跟马英九 做某种程度的切割 就像好像老共 他担心他的某些政策 可能会随着马英九 因为那个人民对马英九分手 转嫁到他身上来 所以说他会在某种议题上面 要跟他做切割 例如说福茂 他想跟他做一些切割 可是另外一方面 美国他基本上 对于这个台湾的 现在的一些发展 他的这个内部 还是出现角力的 就是有一股力量 认为说 好不容易在马英九 这个亲中政策之下 这个台海暂时 有一个程度的这个稳定 或他讲的和平 那么这个美国 他可以不要再去管 这个台海这样的麻烦的议题 那这个学运 也有可能会让这个情势 出现一些破坏 所以说有些人的确对于学运 本身采取的立场很负面 甚至他就宁愿 采信这个马政府 或者中共他的主张 就是说这是被这个民进党 煽动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 例如像这个 David Brown 我们的普道维 或者包括像荣安兰 甚至包道格像这些人 但是当然也有另外一股力量 是认为说 美国eventually 基本上还是要回到去了解 到底台湾整体社会 他在民主化之后 他出现了一个不同的身份和认同 他对台湾的主张 和美国的一中政策 特别是从1979年到现在 他的台湾关系法 所建筑的基础上面 本质上面是有差别的 因为1979年 台湾关系法建立的时候 当时台湾是蒋经国 两蒋时代 那时候他也是坚持一中 只不过他是不跟共产党 往来 而且他们之间是互相竞争的 可是现在等到台湾民主化之后 这个自我的认同变得非常强大 台湾人要放弃一中了 这个美国他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当时并没有去考虑到说 如果台湾放弃一中的因素 他就讲说台湾问题要和平解决 可是如果说台湾人民本身 已经不愿意接受一中了 然后这个老共他要坚持要一中 而且用这个东西来要求美国 要维护这个一中的架构 那美国现在就不晓得该怎么去处理 这也是为什么从2000年到2008年 这段期间 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关系 除了说美国他会怪罪陈水扁政府 本身的一些 他们认为所谓破坏互兴的作为 最根本的理由还是在于说 他担心这个对一中的这个不承认 会毁坏他这个整个 美国台海关系经营的战略基础 那现在这股力量 他们是讲说 我们这个问题 要开始要重新的去检视 可是这个力量和既有的 就是说要坚持一中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之间还在互相解抗 好 谢谢赖老师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读到观点掌握真相 欢迎您回到新闻新视野节目现场 那么太阳花雪潮呢 其实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关注和效应 不只是在美方 其实欧陆国家也抱持的关注 像是这个前德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戴森呢 他就曾经在一场座谈会上面提到 他说台湾和中国正在逐渐的远离中国 而且两岸没有和平统一的可能 这个标题听起来相当的这个耸动 那么他还特别提到说 他觉得两岸关系应该就是会像这个奥地利和德国的关系 也就是语言和文化可能是相同的 但是分属不同国家 我们先来请教赖宗赖老师 你怎么解读戴森的这个话 那个奥地利和德国关系 我们要看什么时候 一九三八年的时候 那个纳粹希特勒是怎么样 他是那时候统一奥地利 他是把奥地利用外带很大的压力 而且通过他内部第五纵队 让奥地利自己把他的这个 最主张反对统一的这个国防部长 还有他的所有的官员 都把他解除掉 然后呢就派军队直接进去 在枪口就要搞个公投 我们叫Ansheles 那个时候又出来了 所以说他到底是指哪一个呢 当然我在这边我会看到 我会非常的那个要注意 那我是觉得在这一点就是说 当然在特别是住在台湾的 这些外国政府的官员 他们会对这个东西会有了解 可是当那个特别是 直接他在插手所谓的全球事务 或者是台海战略 或者东亚战略经营的人 他们的主要的关键是在于说 到底会不会打仗 或者说不要在我任内出现战争 这样子我就很难处理 也因此他在对这个问题出发点 就比较不会从 到底这边的人民要怎么去想 以及他的长远的发展 这地方长治九安 真正的基础在哪边 从这个地方去着手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这美国他的政策 其实是他在现在来讲 会出现前后反复摇摆不定的情形 例如说欧巴马 他这次在东亚 我们可以说 他从这个日本到韩国 然后再到这个马来西亚 到菲律宾 我们可以讲到怎么样 台湾上空飞来飞去 路过台湾上空 可是就是不下来 对不对 而且他即使是 他本能不方便下来 难道他在这个中间 不能派他的助理 那个亚太助理国务卿 顺道来访问一下台湾吗 这个东西 这个会那么敏感吗 来给台湾做个简报 可是也都没有做到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以美国现在这个作为来讲 的确是 他现在他的这个战略的部署 一方面他和中国之间 有他的违和的关系 他一方面认为说 对中国的这个崛起 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牵制 要强化他和亚太盟棒的关系 但是对于台湾这边 还是有着 到底台湾是 要在他的这个部署的范围之内 还是说 暂时把台湾放在那个地方 希望不要再惹出任何的麻烦 对他来讲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在里面的互相的这个纠缠 好 谢谢戴老师 继续来请教董立文老师 太阳花学运 其实对于香港 产生了一定的这个 至少得到了很大的回响 那么甚至也有说 对中国的民主运动 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效应 所以要来请教您就是 如果说反映在两岸关系上 您觉得太阳花学运之后 下一个阶段两岸关系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好的 如果从刚才的那个德澳模式来说的话 我觉得德澳的关系跟两岸关系 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因为第一点我们都知道 欧洲它其实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观念 整个欧洲它没有大一统观念 相反欧洲还把大一统视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可是在中国这边 它是有一种大一统的观念 而且它把大一统的观念 视为是一个好的东西 这是第一点理念 第二个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澳地利里面并没有一个国民党 主张说德国跟澳国 澳地利同属一个国家 在澳地利里面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说的 可是台湾是有一个这么一个 而且是执政党它是这么主张的 所以说在台湾的情况就更复杂 就是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当然希望两岸关系 可以往德澳关系那种模式来发展 但是在现实上 我认为318的学域 其实有助于 就是说两岸关系往德澳关系的方向发展 这一点我赞成德国驻台代表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很明显的在这次318的学域里面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也就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 就是这种国家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那这种意识非常强烈的话 而且展现在我们台湾社会上的话 那么两岸关系呢 如果说不可能往德澳关系再进一步走的话 也绝不可能再往所谓的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 那个方向再走下去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318学域是有助于两岸关系往德澳关系 那种正常的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好 谢谢董老师 这几年其实台湾发生了很多的这个运动 其实从更早期的这个野草莓 那时候在反对 违反这个集会游行法 那么还有就是接下来一连串的 包括保护土地 守护土地正义等等的 一直到这一次我们说太阳花学运 其实已经可以说是集公民运动的大成了 要来请教黄国昌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说 这一次站出来这些青年世代 特别是这个陈威廷好了 他在他的脸书上有写 他说这个是在4月30号 就是反核四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具体的进展之后 他写说下一步依然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 要在这个新党国体制 已然成型的时刻 包括要直接面对中国崛起的这个事实 去提出下一步民主深化的方案 写的 其实要请教黄老师 您自己觉得这一代的这个年轻人 他们接下来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捍卫属于他们这个世代的一个生存权利 或是捍卫这个基本价值 我大概没有办法帮他们发言 我只能从我自己在旁边的观察 提出一些看法 我觉得不管是说 对目前整个台湾两党政治的民主体制 在运作上面 他所出现的弊病 他所出现的问题 那他们在整个论述上面 有很清楚很深刻的反省 而且试图的在 这清楚而深刻反省的基础之上 想要找到解决的道路 那第二条是 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说 要形成足够的政治改革的力量 必须要弯一下腰去 去做更深的草根组织的活动 所谓草根组织的活动 它可以包括非常多的层面 譬如说 当我们说要出关破种 遍地开花的时候 其实各位仔细的观察 不是只有说 在4月10号离开异常以后 接下来说 发生了一些 可能大家在媒体上面 比较会关注的 不管是街头的集会 还是抗争的活动 而这个出关破种 遍地开花 它真正在进行的 是另外一种 以更安静的方式 譬如说 有不同的学生团体 有不同的青年团体 有不同的NGO团体 他们已经在 全台湾的各个地方 开始去做工作坊 开始做赔力 开始做主训 开始做串联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在为他们 下一个阶段的行动 一方面进行理念的沟通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问题 认为接下来应该按照 什么样的方式是有可能解决的 把这样子的理念跟想法 在全国各个地方散播 第二个部分是 在散播理念的过程当中 去寻求在下一个阶段行动的时候 可能的盟友 或者是说 所有认同这些理念的 不管是学生 年轻的世代 公民 大家能够透过某一种方式 能够连接在一起 最低度的可能是资讯的共享 接下来可能是未来如果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说要推动什么样子的改革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同一个阵线上面继续推动 我要说的是说 他们在做的事情 某个程度上面是 已经在做默默要下苦工 默默要流汗 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这些工作对于推动台湾下一个阶段的民主改革 当我说下一个阶段的民主改革 有人说是民主2.0 有人说是台湾第三次 或者是第二次的民主改革 不管你是怎么样去切分做定义 但是很现实的情况是说 对于目前的整个现实台湾代翼政治的运作 大家是没有办法接受 过去有太多的例子 都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状况 下一个阶段的是 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我们的行动是什么 如果有策略有行动的话 这些策略跟行动成功的可能性跟条件是什么 这些事情都考虑清楚了 我们目前正在创造这些论述 去思考这些策略 而且去累积这些策略未来成功的可能性 好 谢谢黄老师 今年春天的这场学运所带起的这整个台湾的社会能量的产生 会对接下来的台湾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长远的冲击 不能说冲击 影响还有效应 我们请三位来宾为我们在节目最后做一分钟总结 我们先请黄老师 在这次运动以后我希望大部分的政治人物能够看清一个事实 如果你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在思考台湾的政治 你如果还是用传统的蓝绿对抗在理解这些年轻世代的行为的话 那我必须要很直接的跟你说 你已经落伍了 你已经过时了 你如果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脚步 没有办法改变去看待这些年轻的世代 去对待这些年轻世代的方式的话 接下来你们所会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酷的 你们准备被取而代之 好 谢谢请董老师 我想说从这次的太阳花的学运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做一点分析 就是这一次台湾的这个学生运动的公民运动 其实很明确的对中国的民主改革 也提出了第三种选择 过去中国的民主改革一直纠结在 就是说要嘛就是革命流血 后面会带来崩溃苦难 另外一种是说由中国共产党 他来垄断那个改革 好像就没有第三条路了 台湾的这种这种公民运动 其实明白的告诉他第三条路 也就是说这前提是需要 中国大陆人民他自己的觉醒 所以说我现在有跟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们接触的 其实他们也慢慢往这个方面去思考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典范 可以避开掉刚才所说的那两种模式的那种负面的效应 我们乐观其成 好 谢谢 请董老师 我也是认为说 就是说传统的这个蓝绿去分析台湾 包括说特别是国际上面来了解台湾 我是觉得他对于台湾实际上社会的那基本结构以及他所关心的主要议题 他会造成视而不见 而且就会变成说是用选举的这个力量 他来意图去了解整个那个台湾的社会所关心的议题 但实际上这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其实他对于美中 他对于这个有关于台海关系上面的之间互动的结构 他也指出很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之前这三十五年来所隐含的 要维护的这个一中的架构 实际上已经是部分台湾人民接受了 那在过去你想要透过把一个政党换掉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现在发现完全没有用 那你要怎么办 那我是觉得美国要去思考 不然的话你也是 不要说蓝绿被取代 美国也等着被对抗 好 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今天精彩的分析和讨论 路到观点掌握真相 新闻新视野 我们下次再会